有錢也很歡樂 說可以繼承巨額的遺產 讓人非常羨慕 但是遺產在手 也是很吸引人的 親戚就會如雨後春水一般 一個一個冒出來 有熟的跟不熟的都會冒出來 如果處理不好 就會引起家族的戰爭 這樣子的案例 問一下蘇律師很多 剛剛艾芳老師講的說 讓愛能夠傳遞跟延續 真的是利益主最重要 但大家的大部分人都是有愛 有錢 可是就是 可是就是那個愛 沒有把它寫下來的時候 就變成人家只看到錢 就像一個先生 他第一段婚姻的時候是 他老婆過世 還有兩個小孩 兩個小孩之後呢 之後認識第二個老婆 那第二個老婆之後 蓄權之後 那老婆對他前面兩個小孩 跟前妻生的小孩 似如己出 就把他當作自己在照顧 所以小孩也感覺到說 因為他能感覺到說 這個繼母 也叫媽媽 阿姨 後媽都不像連續劇裡面 沒有演的這樣子 不是 像連續劇裡面 什麼叫孤狗 我孤狗一群人 而且他覺得說 今天既然有這樣 我就不要生了 我就不要生了嘛 因為你生的時候會有那個 人家運家打我們家 對 所以就好好照顧他先生的孩子 長大的時候 那就慢慢老了 先生也過世了 財產就是孩子說 讓媽媽繼承嘛 對不對 媽媽照顧很好 所以大部分也給媽媽了 房子也給媽媽了 但小孩子就拿一部分 先生過世了 但小孩子 媽媽也老了 老了之後 小孩子也是把他當作 自己親生媽媽照顧 因為撫養的概念 並不是說什麼血緣 是你真的有付出 那媽媽有付出照顧你 孩子就感覺到說 不管怎樣就照顧他 他就覺得說 這就是我的媽媽 他就沒有想到那麼多 就是我媽媽了 那沒想到媽媽過世之後 問題來了 這媽媽過世之後 問題來了 那過世之後 後世辦完了 他們要辦財產繼承 辦不掉 辦不了 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 因為今天 財產繼承 這個媽媽過世 因為她的先生也走了 她沒有小孩 這個小孩是她先生的小孩 不是她的小孩 所以對這個 對這個所謂的媽媽來講 這個不是她的小孩 所以這個兄弟姐妹就跑過來 不好意思啊 那個房子是我要的 哇 這個他們就說 怎麼會這樣啊 這就是媽媽媽啊 可是問一下律師 不好意思 這個不是妳媽媽 這個是真的是 情感上媽媽 可是不是法律上的媽媽 那當然還好這個兄弟姐妹 經過協調之後 那兄弟姐妹把房產拿走了 有一點點錢補給他們 至少這樣 因為打官司也很難 就是為了這樣吵 吵半天 可是沒辦法 因為法律沒有辦法 在他那邊 我就覺得很遺憾 他如果今天 他們其實不用吵 如果這媽媽寫一份遺囑 就解決這個事情了 其實有一對頂客族 他想說 那這樣有個頂客族 應該沒事吧 我們兩個結婚完之後 沒有小孩 我的先生想說 我死後就是太太的 對不對 太太說 我死後也不是妳的 兩個人很恩愛嘛 那想說 過得很好 就不會想到遺產這件事情 有一天那先生過世了 過世之後呢 要然太太很難過 就發現說 這個先生的遺產 就是太太跟兄弟姐妹 先生的 丈夫的兄弟姐妹寄成 那所以跟這個大姑啦 大伯啦 他們就一起繼承財產 那繼承財產的時候 那這些也很好說 那不然 阿嫂啊妳現在 妳現在也要錢嘛 所以大部分就給妳好了 那於是太太跟他說 其實哥哥留的也沒有很多啦 那所以就先分配一下 那分配之後呢 每一個人拿到十一萬 十一萬 於是大家都簽名了 十一萬台幣 十一萬台幣不是美金 台幣 沒想到她簽完之後呢 那時間很快過了十幾年 那大嫂也過世了 那大嫂過世之後 事情開始來了 那大嫂過世之後 那誰可以繼承大嫂的財產 是這個 嫂嫂的兄弟姐妹 小嫂的兄弟姐妹 她們兩個沒小孩 嫂嫂兄弟姐妹 可是這個先生的兄弟姐妹說 開什麼玩笑 那個房子的東西 都是我們家的耶 都是我們家的 這我愛兄弟耶 於是一撞告上法庭 她就說大嫂不在 要搞誰 這對夫妻的 哥哥 這丈夫的兄弟姐妹 告太太的兄弟姐妹 因為他們兩個都不在 當事人都不在 那最後法官也要講說 那事情那麼久了 他就把所有資料調出來 才發現說 當初好像過戶的時候 其實這些人也有簽名 也有蓋章 所以說 也不能說他們不知道 最後這個案子 就這樣結束了 他們就是沒有辦法 再拿回去這個 再拿一百萬沒辦法 就照原來他們賺了十一萬 所以這件事情就知道 很多事情大家就沒有想到 要寫好一份遺囑 如果說今天想要照顧嫂嫂 或今天財產 我們就好好的面對它 用遺囑的 或者說今天在分配財產的時候 看清楚 大家不要說傾家變原家 我們希望好好的 本來就是傾家 要維持那個關係 是我們最重要的關係 對 道理 你要說家裡沒錢 當然大家都很恩愛 客氣 如果有錢在的話 人性就會秀下線 對不對 這問一下強哥 強哥的朋友也都是有錢人 說你有一個朋友 三姐弟 父母過世了之後 繼承了在輔仁大學對面 七百坪的房地產 對 說到我都噴水了嗎 他們就是三個家庭 兩個弟弟一個姐姐 那姐姐找嫁 那找嫁的時候 嫁那個老公很敗家 跟他們這些人打 姐姐又付這個老公 什麼錢 如果在那個房子 窩回去就是給這個姐夫 現在兩個弟弟 他們爸爸媽媽 早上要死了 對啊 現在這個姨傘 有七百坪 為什麼要這樣 那兩個弟弟就參雄 說我們這個姐姐 這麼為姐夫 我們不可以給他 兩個弟弟就跟姐姐講 找他來商量 他說阿姐 你老公對你這樣 這樣協助給我看 你不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七百坪 現在的行情 一坪一百萬 七百坪你看多少錢 你這錢如果本來之後 萬一 這份還給你歐去的位 這樣你要怎麼樣 我告訴你 你到我的律師那裡 簽 我告訴你 你現在省就卡在三百萬 對不對 省卡在三百萬 你爸爸媽媽死了 要餘產稅 要辦 有那個手續負貝 遺產稅 那裡都不用出 還甩去 我每一個月都在五萬 你就卡在三百萬 我們家給你貼 阿姐聽說 但是我跟你說 每一個月都在五萬 你如果要想要愛錢的位 回家 一樣 我兩個弟弟 我們兩個弟弟那邊 我們要給你 你也要給姐夫妻 不要再給你 阿姐聽得有利 就去律師那裡去寫 那裡去寫 那裡去寫 那裡就自動放棄 就好 那裡人家叫掉了 還帥氣 一位你自動 五萬 叫他去他的帳號 也都有照這個程序走 對 因為阿姐就很高興 不過日子 你用大錢人是這樣 你如果在用錢 你就都是錢錢錢 到一兩年後 對 他們的阿姐 他們的姐夫 在幫他插插 叫他做一個生理 他回家 我把他們兩個弟弟 拿幾千萬出來 哎唷 我這個弟弟 聽到幾千萬 幾百萬就沒有 又幾千萬 你現在有 手指定自動放棄 那個姐夫不覺得 哦 啟動一頓兄弟 要去打他兩個兄弟 然後我就打 打到家庭 這樣很亂 到時候沒辦法 因為你有什麼自動放棄嘛 結果沒辦法 也是 也是沒辦法 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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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正義就是 保護 我們 那個兄弟的財產 因為我們保護掉的 對啦 這個小小的 不是讓他們 幾乎打破壞了 所以說 一直 他們的大股 到他們 比拼也離婚 八婆離婚 加速離婚 再做離婚後 讓他們這兩個兄弟 來吃 阿弟 阿姐 嘿 很好啊 嘿嘿嘿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